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7日1点14分联合报记者黄轩翰及时报导台南市东区凯旋路四间联动公寓 地下室今天凌晨突冒出大量浓烟,消防人员很快扑灭火势后,发现地下室三辆机车全毁,两辆被波及,起火原因待鉴定调查 消防及救护人员先后疏散11人下楼,大多因吸入浓烟枪伤,有多人送医,都没有生命危险 苏姓女市民说,她和先生刚要睡觉突停电,赶快摸黑从四楼下到一楼逃难 台南市凯旋路公寓地下室机车火警,多人被浓烟枪伤 记者黄轩翰,摄影分享台南市凯旋路公寓地下室机车火警 记者黄轩翰,摄影分享中央社台南17日店台南市东区凯旋路移动公寓 今天凌晨惊伤火警,浓烟窜出,住户赶紧逃生,仍有11人因吸入性呛伤送医 消防局出盼照音于地下室三辆机车着火 台南市消防局今天凌晨零时三分火爆,东区凯旋路移动公寓发生火警,消防局立刻调 派人车赶往灌旧,住户多从梦中惊醒,赶紧逃到户外,火势在零时三十分扑灭 消防人员表示,11名住户因吸入性呛伤送医,但都是轻伤,无生命危险 消防局出盼起火点在地下室,现场有三辆机车着火,是否有人纵火,有待调查 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你私奇,因为今天是如奇基迪亚,分享分享留言烈意